嘉義陷阱局爆出遠景偷拍女警 事發五天就申請退休 現在傳出兩年前 還有其他四位遠景受害 立委陳交華今天就公布了 受害女警的聲明 指控警方是公然吃案 而受害人的委任律師則表示 陷阱局並沒有召開信評會 根本是包庇 嘉義遠景爆出性騷 偷拍女警 在事發短短五天就退休 嘉義警察局跟時任局長廖迅成 否認失職包庇 引發軒爛大波 現在傳出兩年前就有四名女警受害 受害女警公開因檔吐露心聲 自己是小蝦米對抗大鯨魚 遭遠景偷拍 從嘉義縣警察局到監察院 卻是官官相互 指控警方公然吃案 案件未調查清楚 就處分承辦人 企圖由基層遠景扛折了事 長官依然高升 這四名被害人案件 因輸入而不輸入 違反規定 公務機關的姓平機制 早就已經失禮了 原本有的這個申訴 甚至你們所謂完整保障的 這個副審的機制 根本沒有辦法保障 受害者的權益 針對嘉義縣警察局疑似吃案 時代力量立委陳焦華 提出示證 指控警局 趁因當事人要求保密 就沒將信搜案件 登入附優系統 卻查到有系統代號 質疑案件被刪除 受害女警的委任律師表示 陷阱局沒有召開信評會 但警政署解釋 法律沒有明文規定 要召開信評會 陷阱局當下已經采取 立即有效作為 讓律師不滿反駁 台灣警察工作權益 推動協會痛批 購物機關犯法 目前無法可管 陳焦華要求監察院 警政署重啟調查 以及時任嘉義縣警察局長 現任新北市警察局長 廖迅城下臺負責 記者黃子姐 吳家寶台北報導 警察局長 警察局長